等待自己平安 圆各位受苦、受死、复活 并来临终的耶稣基督 赐下平安和安慰给你们 你一刻你带着什么心情 来聆听启示录22章呢 你近期正面对什么事情呢 有没有感到很大的压力呢 可能这些压力是来自健康的问题 工作的问题 或者家庭 甚至乎是考试学习的压力 这些事情会不会令你觉得好像呼不过气呢 这些事情会不会令你仿视看不见前面的脑呢 当初启示录的读者 又是带着什么的心情 你阅读启示录22章的呢 在上文21章 约翰要预视神要去成就他最终的救赎的工作 昔日笼罩世界的邪恶权势和死亡的威吓 在神公义的审判之前将要被除掉 对比统治大地的巴比伦城 约翰以新天新地的景象 去描绘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城 将天与地联合起来 那位坐在宝座上的神 将要临在并要与人同住 他要亲自与人同在 而今天读到的22章 也是最后一章 约翰按着旧约圣经描绘那个旧有的世界 在神的新创造之下得已被转化 那里有从神和高阳的宝座流出来的生命河 河的两边有生命树 这两样东西都是象征着昔日人扭坏的生命 在那一天将会分享神永恒的生命 并且那些神的子民要好像祭司的一样 能够在神的临格之中 面对面与神的见面 并且去敬拜侍奉祂 去分享祂的统治 不过神迹启示录对第一世纪 身处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信徒 带来怎样的信息呢 当时罗马帝国宣称自己拥有神圣的主权去管治世界 并且神化自己作为被崇拜的对象 他们建立君王的敬拜 藉此要求所人效忠祂 去巩固自己的权力 在那个时候 一些忠心的信徒 因为拒绝效忠而受逼迫 甚至被杀害而殉道 面对罗马帝国的残害 那些忠心信徒生活在绝望之中 当信徒在困难的里面 可能同样会问 神的应许是否已经落空 是否神已经不再施行拯救 神是否仍然坐着为王 当人感到看似看不见出路的时候 启示录带出唯有三一神 才是拥有神圣的主权 又是列国的敬拜对象 启示录以天上降下的新耶路撒冷城 去对应地上统治的罗马帝国 启示录为当时受苦受死的忠心信徒 带来另一个的现实 神必成就最终的救赎工作 邪恶的权势和死亡的威吓 最终将会被除掉 那些得性的忠心信徒 将会和忠心徒以荣耀的身躯 复活过来 在新天新地的里面 去分享神永恒的生命 毫无阻隔地与神去相交 并以祭司的身份去分享祂的统治 启示录预示了另一个的现实 成为当时受苦信徒的安慰 让他们在绝望的里面 看见光明的盼望 在二二章六至二一节 那位受苦、受死、复活 并且尼尼中的耶稣基督 先后三次说 我必快来 而且再一次去警告和应许 信徒要忠心的信靠神 因为祂是审判和拯救的神 祂要按着各人的行为去报应祂 耶稣基督更加作出神圣的宣告 我是阿拉伐 我是阿梅加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我是初 我是中 直以去肯定 祂就是那位唯一起初创造 施行拯救 终末凌凌中的神 今天 有没有一些事情 令你透不过气 令到你看不见前面的出路呢 我希望启示录二二章的经文 成为你的安慰 带领你从神而来 那种另一个的现实 去看见光明的盼望 圣诞节刚刚过了一个星期 耶稣基督 在黑夜的里面去降生 祂的出世就好像真光要去照片全地 黑暗中被驱散 愿我们再一次带着盼望 以信心去走过生命里面那份艰难 愿我们同心祈祷 满有怜悯的上主 我们同心来到你私恩的补助前 深信你清楚知道我们的困难 并且明白我们内心难以向人表达的感受 我们同心恳求你的怜悯 帮助我们正在受苦受困扰的信徒 以及那些仍未相信你 但正面对各样的困难 而看不见前路的人 恳求圣灵转化众人的眼光 在绝望的里面去看见光明的盼望 又求主安慰众人的心 让人能够在困难的里面去经历神 你真实的同在 去转眼仰望你在新天新地的应许 以至我们能够重新的得力 去影响眼前的困难 我们以上同心的祈祷 直赖那位受苦受死復活 并来临终的耶稣基督之名祈求 诚心所愿